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够权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罗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们将PDO的一些常见的操作基本上都给大家介绍了 对不对 对 这件事咱们来学习一下PDO的最后的一个指示点 也就是咱们认为还算是有用的指示点 用PDO存取大数据对象 当然这功能用的不多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只是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重点去掌握 那什么叫做用PDO存储大数据对象呢 咱们说了 数据库里边存储的通常都是什么 像用户名啊 密码啊 或者什么相比的价格啊 这些都是小数据 小的字幕串 文章那也不算大的 那只是文本而已 对不对 大数据对象指的就是在数据库里边 数据表里边存视频 存音频 存图片 对吧 为什么说这个不建议大家用呢 因为咱们很少在数据库里边去存什么视频的图片 对不对 通常都将图片存在文件处下面 服务器的某个文件夹下面 存在文件夹的好处是什么呢 咱们可以做分机器 对不对 比如说或者是分目录 将每天的上传的图片存到一个目录下 或者每周的 每月的 每年的 对不对 也可以将 如果量很大的话 可以将什么 每月的放在不同的服务器下 可以这么去分 比较好 数据库只是存图片的名称而已 是不是咱们经常是这么去做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大数据对象 如果存到数据库里边好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做关联的话 比如说一个商品和一个商品图片 删除商品的时候 将商品图片一起删除 有关联的都是用表操作的 这个是比较方便的 有这么用的 但是很少用 对不对 那如何将一个图片或者音频存到数据库里边呢 因为图片和音频 还有视频 也都是文件 对不对 是文件的话 我们就可以怎么的 画中 我们找到图片收藏 比如说随便的一个图片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吗 这也是文件的格式 对不对 只不过这格式得用一些浏览器之类的去看 图片查看器去看 直接看咱们是看不懂的 但是那些工具是任的 对不对 咱们把这些字符存进去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这就咱们就模拟一下 如何将图片存到数据库 而不是上存到某个顾路下 好吧 那样存到数据库 首先我们是得先借个表 对不对 那存数据 我们也不和什么商品关联 就存两个字段就行 一个我们图片的格式不同 有GF 有PN 对不对 专门存这个类型的 这个类型的叫MIME类型 对吧 再有一个咱们专门存什么 专门存图片的实际存谱的数据的 对吧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存的 建表 当然了 咱们也可以用ID中中的 对不对 那去存三个字段 可以的 表 比如说咱们叫 IMEGIS可不可以 对 然后我们ID INT NOT 非空 UTO ICRE MET PIM RY KY 主件的对不对 然后一个是MTYP 什么 MLE类型全程 MI METYP 类型对不对 对 然后再一个什么 存递线 咱们或者说数据吧 这次对不对 DT 那用什么类型存就好 对 它是二进制的对不对 所以不能用文本去存 也更不能用小字母串去存 对不对 所以咱们这块要记住 用BROB 这样的字段去存 有一个错误 咱们看一下 这块 MI ME类型 这块没给类型 对不对 这个咱们就用字母串 比如说X 30个 就勾用就行 对不对 咱们就将数据 存到这个里边去 存在式里边 我用PDO 对不对 首先我们就得做一个 有读有写 只有两个文件用 所以咱们这块就 把PDO做一个处理化文件 t.inc.pp 对不对 我们这里边我就简写了 创建 当然你可以用try开始去包 我就不用try开始了 直接用 因为咱们核心功能是如何写进去 对不对 这功能咱们经常写 咱就不用了 这块你有一个PDO 然后第一个参数是什么 DSM 对吧 my thinker 冒号 主机是localhost 对不对 然后db name 咱们就要细说 PSP这个部 对吧 用户名 root密码 123456 对吧 咱们就做一个PPU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做一个 往数据库里边写的文件 write iit.pp 再做一个读的文件 什么 read.pp 对吧 嗯 这两个文件里边我们都包含什么 iit.pp 对吧 您可录的 都包含iit.pp 同样 同样 在这文件里边我们也包含这个内容对不对 对 那这样子讲了 那我们上传是不是有一个表单呢 对 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上传的表单 我叫up.dmr 可以啊 可以啊 然后里边就写一个最简单一个表单就可以吧 啊 for action 提交给谁呢 既然我里写 我就write.pp 可以吧 方法 我们就会用post 然后上传文件必须得对吧 ENCV p in type multi p 写杠 啊 for date 对吧 传输格式编码我们得换一下 然后这里边我们就上传pic上传图片就可以 对 input类型等于文件类型的名字 我们就叫做pic 可以吧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上传的按钮 input类型等于sutmit v0值 咱们这话比如说uppic上传图片 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们来访问一下 这个上传的表单 这个上传的表单 local up.bom.rtm 对不对 这是一个浏览图片 我们选拥图片 然后一点打开上传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 然后上传在哪接受呢 是不是在这里接受 嗯 这里边我们包含这文件 是不是已经有pdo对象了 对 对吧 有pdo对象了 我们 怎么把它存进去 上传表单 是不是上传的所有东西 都在这里边 对吧 好我们打打印一下 不是啊 上传的所有信息都在这里边 我们浏览一下 好 都在这吧 对 我们把它 暂停一下 看一下 我们把它放到这 这里边有pic 是不是一个数字 有名字 上传位置 其实在您是个店家后边 对不对 然后呢 类型呢 是不是mm类型 是type 是不是在这呢 对吧 所以这个数字我们知道了 也包含这个文件了 那我们现在 需要做的 就是stmt 插入到数据库 对不对 用它等于pdo里边有个pre 准备一句 直接insert into 插入到这个表 images里边 id等就不插入了 mme 类型 还有什么 还有date 对不对 微流值 我就用两个问号 站位服 这都是咱们前面学过的内容 对不对 然后stmt里边exe cut 执行 对吧 执行之前 咱们需要绑定参数 那为什么不直接在这写呢 这写是不是可以 记者能说过 这里边 咱们要想方便 你要是按传统的方式 把我们传过来的图片 打开 然后再用insert 插入数据 那就麻烦了 对不对 咱们为什么要介绍pdo 这个就是因为它这里边有简便处理 大对象的一个方案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首先先绑定什么 tmt里边有个bind 绑定parrh 绑定什么 将第一列绑定到 这个里面 下方线 files 里边有个pic pic里边有个对不对 typ类型 直接将这个变量 绑定到第一列上 这样我上层文件的时候 上层的这个类型 你看 你卖的jp1g 是不是就是保存到这里了 那数据怎么保存 如果用传统的方式保存的话 就是打开上层的这个文件 然后把里边字路算读出来 再插入数据库 那比较麻烦 而我们用pdo大的用处理 做一个方便的地方 先做一个文件指针 就是文件的资源 等于f open 打开谁呢 pinc下边有一个什么 对 有一个是tmp 相信内容 打一次文件 因为它里边是二进制文件 所以我还是读的方式 rb 是不是读二进制文件 文件指针 然后方便就在这儿 直接使用文件资源就可以入库 而不用读出文件 再插入方便在这儿 怎么方便呢 就是因为绑定一个参数 bnd parm 绑定谁呢 将第二列fp 也就是将那文件指针 绑定到第二列上 这样的话 它内部就有一个读取的方式 通道文件指针进过去 当然我们最好指定上这个类型 什么类型了 pdo 里边有个p rm 记不记得咱们在绑定的时候可以指定类型 比如说下面str字不算 对 这会是 忘记了看一下 对 参数lob 对不对 下方线 rob 这样的话 将文件指针绑定第二个参数 我们直接就能将它插入到数据部分 然后我们在fc 关闭掉fp 文件资源 是不是我们一执行这个 就可以将数据存进去了 嗯 我们看存不存进去 我们只需要 再后退一下 浏览一下 这个图片 上传 对吧 那这会咱们没写提示 那这咱们能看到吗 select 新 brown images 你看一下 存的是什么样的数据 是不是跟咱们右肩用vi打开 看到数据是一样吗 对 是不是就存进来了 那有存是不是就得有取 对 对吧 我们看怎么读出来 显示 同样 wpdo 那个 用ftmt 等于wpdo 里边 就是pre p pare 执行 select select 是 mimp typ 类型和dete id brown 咱们代表是imax 对不对 wt id 等于 问号 我们存哪个id 是不是取哪张图片的 对吧 假设我现在就存了一张图片 咱们做实验的 对不对 我这话就用ftmt里边有个exe cut 执行 ary 存个1 是不是就去id为1 或者我这话不写 直接写id为1 也是一样 对不对 这不是重点 前面咱们重点都说过 重点是什么 取出来了 类似的 执行完之后 我们用fetc 下方线 不是下方线 对吧 里边用pdo 冒号冒号fetc 下方线 num 施办所有数字进去 所有数字取出来之后 把变量放在这 mi 有个类型 对不对 还有对象 类型的对象 其实就是这两个变量 对不对 为了方便 就这一名mi mytyp 对不对 然后这块是什么 bt 对吧 有类型了 我们只要告诉 对 浏览器 什么类型的 用什么类 heater 告诉浏览器 我现在要发动的是什么 对吧 发动的内容 类型 是什么呢 是 mi mytyp 就是他上传的类型 对不对 然后告诉类型了 我在echo 谁呀 data数据 是不是就能将那些数据输出 嗯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读数据 就是从数据库里边 把图片读出来 并显示的 对的 要用没有定义的 还是我们少写的一个什么 着急了 这话得用ftmtt 用这个猜数 对不对 来 小心点 这么图片就可以了 对吧 同样你再上传其他图片 也是一个存和取得过程 对 当然这个只是说明一下 PDO支持这样大数据 面向的存储 而具体的应用的时候 咱们很少将这个存进去 还是用上传进去 放到一个文件夹下 对吧 将图片的名存到数据库里边去 对 这样的话 用图片名就能关联那张图片 嗯 这样的方式会好一些 嗯 对 好 谢谢大家 那咱们到这里呢 PDO就向大家介绍到这里 好 再见 拜拜 初学者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稳夜装二维码